好 不过真正的赛道上已发生意外了 但你来看到就是超级房车全国系列赛的第三站 19号是在台中的力宝国际赛车场来登场 不过过程当中却有一辆车突然起火了 那么现场工作人员看到这样的状况 立刻是拿起了灭火器来帮忙灭火 还好赛车手势及时的逃生逃过了一劫 不过整辆车已经烧毁 也没有办法继续比赛 比赛进行中这辆赛车一开进维修站 下一秒随即起火下坏现场的工作人员 大家赶紧拿起灭火器灭火 但火势猛烈怎么都扑灭不了 幸好在起火当时车手紧急逃生躲过一劫 他心有余气回忆 车子一进了维修站马上起火燃烧 2023超级房车全国系列赛第三站 19号在台中举行 当时车手黄先生驾驶之辆赛车 开到一半发现车子出状况 疑似是油轨断裂 汽油喷洒在高温的引擎上导致车辆熄 主办单位表示火烧车情况虽然不常见 但现场安全设施齐全工作人员前后喷了十几罐灭火器 好不容易把火打洗但赛车短时间内无法修复上场 只能退赛虽然遗憾但总算有惊无险 我是新闻者徐某兰张春风台中报导 哈喽我是庄宇杰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